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台北市政府的顾问周渝修 周顾问 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们今天要来讨论一个比较时事的话题 当然因为疫情比较稳定 已经算是解封后的大家的生活作息上面 可以比较回复到大概原本的作息 不过还是提醒大家相关的防护 像是社交距离 还是要亲洗手等等 还是要多注意 那今天我看过去这个礼拜 大家比较关注的其实是罢韩 也就是我们这个高雄市长韩国瑜 那在上个礼拜六 就是6月6号的时候 有一个罢免韩国瑜的投票 后来这个总票数是将近94万票 算是比他原本当选的票数还要多 他原本当选好像是89万多票 通过同意罢免有到将近94万票 好像93万9千多票的这样的票数通过了这个罢免 那韩市长也是第一位被罢免的地方首长 行政首长 那他事实上也有一些记录 好像是过去他在当立委的时候 也因为这个核四新建的这个案子 在1995...好久之前 1995... 他之前有在这个台北县当任立委 那个时候也有一个对他提出一些罢免 但是那时候没有通过 那时候罢免比较困难 比较困难 那这一次呢他也这个... 2018的时候有这个韩流嘛 韩流起来之后呢 他这个以89万多票 算是高票当选 但是差不多一年...过去这一年以来 可能大家对这个韩市长比较有一些 这个施政上面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 所以当这一次的投票呢 就以93万9千多票 这个的同一票呢 已经这个罢免 算罢免成功 那今天呢是这个礼拜 已经过一个礼拜了嘛 是中选会公告之后 现在应该已经是解职的状态了 是...现在这场罢免 其实是对台湾的政治史上 其实是第一次嘛 那这两天看到这个中央政府 也几几乎就指派这个阳明州 哦 阳明州 是 大家对他好像比较陌生 因为一开始大家在讨论是不是 陈其迈 我们副院长直接代理 陈其迈 陈庄晏 王国柴 哦 对对对 还有王国柴 交通次长王国柴 对对对 正次 对对对 然后后来是这个阳明州 它是什么样子的 原本它 阳明州其实是从基层一路上来的公务员 那看起来正常色彩没有那么重 那现在是高雄市政府的参事嘛 所以是纯公务体系 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布局是这个 我想中央大概希望说 在这一段代理的期间 能够尽量让市政回归到常轨嘛 让该运行的 其实还是有一个庞大的文官体制在运行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刚刚疑问长大就是 政治史上其实 在韩国瑜身上看到其实是一个缩影 这个载幅载成 然后这个曾经一度退居到二线 那后来在2018年 这个他坦白讲他成功的换起 高雄市民对于民进党长期执政的这些 想象说是不是应该要换人 换一下换个口味 对 会有一些改变 从一瓶矿泉水一碗卤肉饭 中间一度不想选 跑回来台北想登记 国民党的台北市长出选 是 对对对还有这一段 不小心被吴敦云主席发现 再把他拉回去这样 所以你看到其实这个 这个其实有还蛮精彩的一段故事 当然我觉得韩国瑜市长 那个时候也许余伦还有印象 那个时候这个高雄的大街小巷 几乎饭店里面都有一个人形立板 压榨 Q版的韩市长 然后带着一只柴犬 对对对 那个时候那时候几乎每一家饭店都有 对对然后你在夜市 都可以看到有指名 这个是相关的跟韩市长在一起的这些 这个人潮开始出现 开始有北部的好朋友 中部的好朋友到高雄 一定指名要去逛一圈 好那顺时之间 在他就职那天达到高峰嘛 对还有一个叫做国瑜夜市 对对对然后这个 大家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 柯市长的第二任上任是在市府大楼 然后就上工吧 然后就开始 对一个简单的全集是 其实有讲到没讲也是上工的 就是赶快工作 但是韩市长是这个搭船啊什么 在爱河边 对对对 然后衍生而来 大家对于爱情摩天伦的这个想象 那个时候其实名望很高嘛 对对韩市长的期待也很高 对然后这个也对他寄予厚望 期待他这个有别于传统的国民党 对那有别于传统民进党那么长期执政 可是后来我觉得政治人物 有一个件事情大概是 投票基本上是对于 对于这个信任跟一次的契约 是就是我们相互约定 我打你这票 那你这四年要做好 那我四年我就其中考一次 这个其实是很简单讲 我们传统的长辈常讲说 这是老闆对信任的抗户 四年就要给你抗一档了 一边说你做这个信任 你领了这个人民的纳税钱 你有没有认真工作 有没有及格 有没有及格 达到人民的这个付货 对最少要爬得过去啊 但是看起来 是还不到四年的考试 老闆们就觉得说 做这个信任可能不止不及格而已 可能没怎么知道后来就会 这个其实一年 因为通常大家有时候罢免 一来是门槛很高 二来是因为是负向的投票 就是你要把 你不是选一个人嘛 你是有点要 这个通常投票意愿会比较低 当然我们 余秀你的观察 是什么原因 一年而已呢 寒流 寒流18年到现在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啊 一件事情是 当然那罢免有法定的门槛嘛 然后有时候有修正过 那这个当然就是国家的体制 我大概有一件事情 就是我刚刚特别提到 信任跟我们讲好 我们这四年你要好好做 然后这个四年你就是 我们这些是交流 尤其是这间公司就请了一个辛务 请了一个执行长CEO 你带整个团队要把公司治理好 可看起来这个 有一点这种感觉就是说 这个公司的执行长 边坐边打开窗户看 你够不要那一间更大间 没来那间应征 然后呢这个讲说 我去那间应征 是为了照顾现在这一间这样 所以你这逻辑听给怪怪 这就是yes I do 对对对 就说奇怪 你说这间好啊 那间好 然后他就是选总统嘛 这一个 第二个当然他有一些 这个看起来就是 也许不能讲媒体推播住 譬如说他中午11点43分 才爬起来上班这个事情 譬如说桥院到一半人就不见这样 诸如此类类像这样这样的堆叠下来 那当然很容易这个让民众觉得说 哎呀你好像 可是韩市长他也说 我们这个路频灯亮水沟通啊 基本的都有满足大家的需求啊 对对一年你不给他多一点机会吗 没有应该说也不能讲高雄这个永远都路不平灯不亮水沟不通啊 那大概就不是这样 但是两相权衡之下 民众大概觉得说就算你把这些都做好了 你也后来好像也赶快要再拉回来赶快如何如何 但是是事以至此嘛 就像柯市长讲的就是说 就在这在选前他讲说这来尊重高雄市民的决责 或许民众两相权能说 有啦你有做 你就把水满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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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 然后也不会淹 但是比较起来 恐怕最后的抉择还觉得说 我们不是只期待你做这个 这最基本的 恐怕是需要有更多 因为当初大家对韩流的期待应该是有更高 不是只有就是像于秀讲 这些东西基础啦 水沟通啦 其实是应该是基本啦 我们公共体系应该就可以应付 可能期待会更多 会有更高的期望是 比如说不一样的一个 比如说改变国民党也好 改变高雄 甚至改变台湾的政治文化也好 城市风貌不一样 你要有一不一样的风格 显然在这方面 韩市长可能错误认知人员 我觉得大概 其实包含他在议会打巡的那个状况 其实是 后来他有点感觉有点情绪 这个我请局长回答 请 不论问什么都是请 我请某某局长回答 所以网络上大家就叫韩总基吗 在台北市政府在柯市长是抢答 哎是 有时候局处长想答 市长还说你先不要 过来就好了 这个 呈现南北这个风格差异非常大 对所以显然 柯市长是抢答 对显然这个选总统这件事情 对韩市长的这个在高雄上面的一些 人民上的支持 是有些遇到一些 一样的逻辑 其实柯市长当初也是这个 有考量之一也是这个 好那现在呢 他其实已经被罢免成功了 已经被解职了 那这个我们常常在讲政治人物下台的身影 等一下来修哥你来评论一下 我们韩市长在最后一天 这个礼拜四还在上班最后一天 6月11号 是 还在这个凤山这个行政中心前面的草坪 是 举办了这个席别的这个音乐会 是 席别的一个聚会 是 那下台的身影如何 我们等一下请余修来帮我们点评一下 我们来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好 大家好 我是十匹游 无关于叔叔中五项目 台湾以前已经渐渐问题 有着买民众 会和正常的生活 更来也开始推行 风液新生活运动 去餐厅用餐的时候 要保持卫生习惯 那是大厅人到厅吃饭 要给人留的方式 留给餐厅做记录 用餐厅前的要健身小手 保持香手的卫生 野菜的车用 共用的滴到滴 餐厅后面 要教习消毒桌子 菜单和餐厅来的环境 就这条理时分 要花处处处处处 这也是保持十片危险安全的重点 最后提起你 如果有感冒打卡扫 就快去看医生 好好休息 大家到这里最好逢这生活 也可以检查到顺利的生活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台北进行室 我是主持人戴玉文 那在我旁边是今天的来宾 台北市政府的顾问 周余修周顾问 那我们刚有上一节谈到这个罢韩的一个结果 是 93万多票 这个通过了这个罢免案 那现在韩市长已经被解职了 所以现在他叫做韩前市长了 那他前几天呢在这个上班日的最后一天 举办了一个这个群众的一个活动 算是一个送别的一个活动 那他在里面当然就有提到了很多啦 像是 好耶 余修你在这个这个政治界 这个也相当有经验 你如何来看待我们韩前市长 前几天离开他所发表的那样子的一些谈话 我看他昨天最新的说法是 他精确讲完也是这样 但我不是每个字都跟他一样 他说目前不接受任何职务的安排 是 这第一个嘛 第二个他讲说他也针对罢免这件事情 他不会再提相关任何的诉讼 当然一般的评论有人也讲说 今天才公告他还有几天可以反悔 这个搞不好最后又来一招 因为如果提诉讼很麻烦 拖了想从地院到高院要拖到很长的 提诉讼恐怕就是 柯市长喜欢讲的要画流程图 要画多多下的 提怎样国民党怎样 不提会怎样会怎样 那可以画一张这么大张 不过大概是这样子 就是说看韩市长 或看台湾这几十年来的政治的起伏 有的时候是红尘让里 有的时候是孤峰顶上 不过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恐怕不是那种这种引刀 这个成一块 这个不负少年头 恐怕不是像汪金威那样讲 而是说民众怎么看这个比较重要 也就是说 看民众怎么看 我觉得泰伴是这样 在那个时候还在讲什么攻击 甚至讲说还要感谢那个不出来投票的 都算他的 不出来的他说一百三十万嘛 都算支持他 我只能讲 尽少有人这样算 这个网级上有点怪怪的 那走到这个地方 又这样算 我倒是比较担忧 恐怕这个跟民众一般的认知 可能不尽然完全相同 这是第一个 所以我说民众的看法会远比他 这个当事人本身 有点不舒服 是说一定要讲出来 这个我想这个是民众的观感 也许会比较重要 当然我要讲 今天也有媒体在讲说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恐怕对于未来要选举的候选人 补选的候选人 这个当年的89万票 或者是说要把他拉下来这个罢名 余文翔将近94 94 会不会变成另外一种天险 变成一种门槛 好那我们也知道这是话语权 先说先贏 谁来决定输赢 你起码一定要跨过这个门槛 这个一定是一个权势的问题 对就是权势的问题 补选要要这么高 或者是说退一步讲 讲说没准没必要得票率 然后当然也有人回去说 我投票率代表对这场选举 到底是怎么个看法 说法都很多 不过我觉得是这样 我宁可就是现在相信 韩市长昨天已经讲了 他不会提诉讼 然后不会接受任何职务的安排 我觉得总是要 要有一局一局看这种心理准备 是 这样对民众来讲也比较好一点 不过每天看 好像看过长了 其实看久了也是稍微的线 大概是这样吧 我们这个下台的身影 确实是每一个政治人物 在不同的时空环境 会有不同的选择 我看韩前市长他选择用这种方式 那究竟未来还会不会有 寒流再起的这个可能 这个可能大家可以再回去好好的再想一下 不过因为这个罢免案可以成功是因为 我们行政有修法罢免的门槛降低 那也就是25%的人 就是你的选区 这个选民25%的人出来投票 那只要是赞成同意罢免大于不同意 这个罢免就成案了 看起来好像很简单 可是呢因为有人就讲了 这个当选要过50% 对市长来讲如果是1对1 确实得票率要过50% 至少把50.1你要过50% 你才有机会当选 可是罢免你只要25%的人出来就可以了 有人在质疑这件事情 因为事实上是这样 这个罢免前面还有好几个门槛 第一阶段联署第二阶段 那个其实相对来讲是有一点困难 你要让这个上千位上万位的民众 拿身份证 在这边登记把这个户籍资料 怎么写得非常的清楚 来参加这个联署 这其实也是相当困难 这比投票还困难 所以这个逻辑上来讲 看起来是一个有一些错误上的一些 我觉得是这样 郁文刚刚讲的就是说 我大部分同学说 因为制度不一样 就是你要选这个行动 跟你没这个行动 这有两个 就像你讲他前面还要有一些连署 有一个很主要的因素是 叫你去吴敬明投票 我大概都不太难 但是叫你连署 有一些困难 他身份证字号 要命 那很麻烦 不是就是说 信赖的问题 你要赢 有时候会打得太多 会不会有什么状况 会不会有什么状况 我觉得 应该讲比较基准 还是不太一样 持平而论 比较没有办法 单纯从数字去认数字 现在罢韩通过了 大家现在在讲说 下一个目标 是不是柯文哲 就是台北市府的这个 我们都算是团队的议员 是 会不会有担心 你会不会担心说 市长 市长如果 如果这个柯文哲 接下来被罢免 因为对韩市长来讲 他认为这个罢免案 是有被操弄的 是 柯文哲有没有可能 被罢免呢 尤其像最近我们看到他的 这个 有一份这个 远见杂志 是 远见杂志的民票呢 是 柯市长的 在满意度方面呢 表现的 不尽理想 是 那这个状况呢 是 这个余秀你如何 如何来看待这个状况 嗯 呃 我觉得当然这样 就是评论有很多种评断嘛 那这个 泰伴现在会觉得市长做的不好 就是说 你掉车位 你后面那个被罢掉了 再来就换你 那或者是说 那永远 不是他最后一名 就是这个 有的时候会变成他跟卢秀燕市长 这个会 会长得比较后面 嗯 当然啦 我大概也可以花十分钟 取大概 大概十个以上 特别是说明天前茅 嗯 的客观指标 是 客观指标 然后 我们在很多地方 我们在 在交通 在 智慧城市 很多地方其实都是明天前茅 嗯 那甚至于有的 还是 还不是国内 头名的 是 世界都前三名的 全世界百多月 有 都有 这个 我们也不欠债 不抽拥 不贪慕 不坐牢 但有一件事情 大概是会 会比较清晰 嗯 很多人问我说 啊 再来就 跟柯文哲 是 也有人说要把他罢了 因为现在大家都说 暴富性罢名 暴富性罢名 这个是指一些韩粉啊 就是说韩市长的一些粉丝 他们在 很多选 像是黄杰现在是变成一个 主要的目标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啊 这个 传统有一句话 我不晓得 大家有没有听过 是长辈是很有智慧 嗯 他说 这个用台湾话讲 台语讲说 这个 这个 贤火才是买火焦 我现在跟你贤 啊 你这个 不滴 麵还很少 嗯 隔的 没烧 不烫 鱼还要多 不切得更清晰 但是他就是 他就是觉得 这间 服务不够 第二面也是再来 希望你更好 希望你更好 你希望还要再来嘛 对 那当然啦 我们对于 这个台北市民就是说 会给我们这种 这个希望哪里可以更好 这个 我觉得 包括市长 包括市伍团 包括我们 都应该以非常 平和跟健康的心态 去看这件事情 是 因为在意嘛 市长常讲 爱的相反词 不是恨 是冷漠 冷漠 当有一天 如果 这个 我们说像顾客倒向 他根本都不来 嗯 对于来说肉肉 又不感觉 那才是不好的开始 所以我觉得 市民对于满意度 会觉得说 啊 这个不是很高 那市长来讲说 其实 这个 还有进步的空间嘛 嗯 啊 我常常喜欢讲说 我们把好的 如果叫起来欧嘛 啊 不然也没做嘛 是 应该这个才是 会比较进步一点 市长对这个 民调啊 过去一直都是认为 是参考就好了 是 当然是作为 因为远见不是唯一的民调嘛 还有很多的 很多的这些 其他的相关的调查 是 那其实我们在客观指标 是 往年都是表现得很好 我们不管 那阳光观众朋友 也跟听众朋友说一下 什么是主观 什么是客观 主观是满意度那种 就是你觉得做得好不好 是 那很多是客观 事实上 它有很多的数据上的做评比 但是 但是计算方式可能是比较学术 有没有人就 不特别在细讲 是 很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数据啊 比如说你的这个 呃 公托的比例啦 是 这个老人照顾的状况啊 对啊 你在这个交通改善啊 教育啊 很多面向的 的这个客观的指标 事实上台北市都表现得很好 我举几个例子就好了 当然不是说我们自己很用啊 倒不是 而是说 像现在一文想要客观指标 这个 这个城市到底好不好 从2019到2020 连续两年 我们是 评比全球最适合居住跟就业的城市 你看居住就包含十一住行 就业就是你上班 谈话讲好参加嘛 是 你有个容易找到工作 这个也是市长的目标 他上了2014年 他唯一的就是移居城市 对 那移居永续 2019年我们是全球最佳外派的城市 2019年也是繁荣与包容城市讲 全世界那么多城市 我们算得可以的第六名 智慧城市在2019年第六 2019年的全球人才竞争力 亚洲第二名 亚洲第二 对 那永续城市的指数 我们还可以亚洲第四名 我现在来看 我刚刚讲过 我现在讲的这些都是 都是我们跟外国比的 不是跟台湾比 是 当然不是说远近跟台湾比 不对 因为相邻总是感觉会不一样 全球最安全的城市 我们也还在前面 最友善的城市 也还有亚太第六名 高科技城市这个部分 还可以 全球第五名 全球第五名 哇那么多城 上百的城市 其实我要讲 就是说 这个就是余文刚刚讲的 客观指标 不是说你这个人 我觉得余文很帅 我觉得主持人 这个如何如何 所以我觉得当然 如果能够让两者都 正向发展 这个是应该要努力的 是 也不是说你说买名 我就不喜欢他不会 还是要改造 我看很多国际的评比 我们都名列前茅 是啊 港湾哈拜吗 台北市港湾哈拜 我还是讲 贤会买会客 就是说他希望我们更好 是 所以我想台北市民 应该是对市府 是有更多的期待 包括对市长 是 更深的期待 我们其实对 因为不一样的服务 那他们当然会期待更好 当然会期待更好 我觉得很正常 看来这么多客观指标 这个名列前茅 但是 到底会不会担心被罢免 不会啦 这是这样 你每天要想着 这个 这个 别人会对我怎么样 有时候 就像市长常讲的 他当医生的时候 常常跟教育讲说 如果担心有用 有效啦 你就可以好 那我们一起坐下来担心 一起坐下来担心 我担心得好吗 其实不是这样 就是说好 我们宁可把他当成说 好啦 这些不管他的来源是什么 有时候静下心来想 他也许不是那么善意 但是 那我们就做方看嘛 不然做到市民看 知道我们有在进步 我们持续在这条道路上面很坚持 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 简直你一起去担心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这个就像市长讲的 你成功的时候 这个 成功跟失败差别在哪里 成功的时候 朋友认识你 失败的时候 你认识朋友 因为我现在有朗锤里嘛 那 失败的时候你认识朋友 对啊 对啊 失败的时候你就认识朋友 成功的时候朋友认识你嘛 那失败成功 成功失败 应该这就是人生嘛 嗯哼哼 这个很有哲理的一句话 对啊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 是 好 那我们等一下下一节节目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现在要稍微进一段广告 那下一节节目呢 回来我们再继续再聊 我们进一段广告 大家好 我是嘉一科医师陈佩馨 随着疫情稳定控制 指挥中心启动防疫新生活运动 邀请国人一起拥有 防疫乐活新态度 在防疫之余也能放松享受生活 贴心提醒 防疫期间 民众仍要维持个人防疫措施 例如无法保持社交距离 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时 应佩戴口罩 以及肥皂勤洗手 只要落实防疫措施 民众可以放心参与各项户外活动 例如观赏户外形态的艺文表演 及体育赛事 或从事踏青 运动 旅游等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 共同打造安心环境 一起加入防疫新生活运动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回来 鎖定台北进行事 我是主持人大于文 在我旁边是今天的这个特别来宾 是我们台北市政府的顾问周渝修 周渝修 我们刚刚前面讲到了这个罢韩 相关就是这个韩国瑜市长 在这个66号的时候呢 被这个罢免成功了 那当然大家会担心 说这个柯市长会不会是下一个被罢免的对象吗 那当然我们在很多的这个客观指标 台北市政府其实呢也是如常的一直在 一直在推动相关的政策 那市长一上任的时候 我记得他有说要 要去想象一下50年后的台北 是什么样子 所以他的施政的这个战略 或者是施政的这个视角 都是站在比较高的一个层次上 来去做一些布局 不过呢今年其实 我们受到了很大的挑战 不只是台湾 我想全世界都受到了挑战 就是疫情的步骤 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 其实在全球肆虐嘛 台湾算是防疫做得很好 因为目前看起来已经 哇已经已经好几天零确诊 一直不断加零 一直加零一直加零一直加零 那我们现在其实眼眸程度 已经是算是解封了 就是你知道有保持 实质解封啊 实质解封 你知道你有保持这个社交距离 是 那如果太近了 像我们现在这样子做很近 好像要戴口罩 好我们就戴口罩 如果我们可以距离1.5公尺 1.5公尺 我们其实就可以不用戴口罩 包括像我们这个在台北市 台北新北洋 你只要上捷运 是 进闸门口的时候 可以戴口罩 要戴口罩 是 上公车也是 可是你在公车上或捷运上 你在车厢里面 你可以看到 欸 旁边都没有人 空旷的话 你就可以 其实就可以把口罩拿下来 是 那尤其现在夏天 其实戴口罩很热 有时候 大家会流汗 或什么 其实不太舒服 非常大的挑战 那台湾其实算是很幸运 因为现在 现在在这个世界各国 其他国家的疫情好像 相对是比较严重一点 还继续是这样 这个像美国已经破200万的 这样的确诊的案例了 所以是相 也目前还是持续的在发展中 对 对 像前一阵子这个东京 也疯了 可是突然又有点 这个红色景 对对对 又突然又 又上来 对对对对 所以它这个疫情其实一直是存在的 好 这是跟过去我们 大家一直讲SARS 在夏天之后会 消失逆迹 是 显然看起来不太一样 你现在已经进入 进入到夏天了 是 气温都已经在差不多30多度了 情况下 对 还是持续的在传播 是 是 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 是 那这个的影响其实是全面性的 尤其是经济的部分 对 修哥你的观察 那个 就台北市来讲 或是你去看这个 整个台湾的经济面 这次疫情对大家的生活形态上 有什么在改变 我觉得 当然我们喜欢讲这个 这个 防疫嘛 然后索困 嗯 然后振兴 是 那我个人认为啦 与其讲振兴 倒不如讲 也许我们应该从一个比较 平行进去看 应该是转型啦 嗯 嗯 因为 就像这个 偶像军人家回不去了 嗯 这个 比如说这个职棒打球也打 像变成新的女朋友回不去 哈哈哈 所以说有些生活形态 跟有些习惯很难回的 回归到疫情之前 嗯 嗯 再放第一点讲 就是说要回来到疫情之前 大概要一段不算短的时间 嗯 我举个例子 昨天这个 这个潘满湾县长 好 屏东县 潘县长 是 这个上海台北 为了推广这个屏东的观光 嗯 他们这个肯定 他有德行科市长同台 卯足全力 这个 大家好吃好玩的 这个 包装成几个铁定系列 铁定好玩 铁定有意思 这样 这个这个屏东四铁 五铁系列这样 嗯 那这个 中午大家在参序的时候 几个旅游业界的大佬 或者说这个领导品牌 嗯 特别提到说 他们的观察 嗯 以 国人出国旅游 哦 要回归到以前那个样子 嗯 最 快 要两年之后 哇 两年喔 那你 蛮长的时间欸 所以说你这两年之内 哦 如果是做国外旅游的 我刚刚这个休息之间 才在跟同仁闲聊说 那你是要叫这些领导品牌 这两年之内 台灣人吃土吗 嗯 准备吃土吗 哈哈哈 你如果要死守市长仓库 我看那大概就是假头啊 是 所以市长前面特别提到 我举个两个数字是有序的 这个 台灣 当然我们的国人 每年出国 去统计大概是1100万人次 嗯嗯 每一年出国 每一年出国 1100万人次 大概是这个上下 啊其中 只有一半的 对就是 那就是人次嘛 大家出国去走走 这是好事 那其中去日本 大概有600到650万人次 那个上下 嗯 好 好那你看喔 这1100万人次 在这段不算短的时间 因为截至这块位置 我们的边境管制还在嘛 对 好 他就没有办法出国 没办法出国去走 基本上是没有办法 对好 那你没有 对好 那我刚刚讲那个假头 就是说好 那你这1100万人次 对屏东县来讲 不用多 10%一层就好了 嗯 你如果留住110万人 110万 在屏东 那你必须是不是要推 所以我们要卖的是体验 是故事 我会前面讲说 这个仿山仿寮 陈雅玲乡长的芒果 哦 陈雅玲就是仿寮 仿寮乡长 这个少年出英雄 嗯 这个与其是一箱又一箱 看着就像 阿爸当仿寮仿山 倒不如说 结合仿寮或仿山 来去在地体验 芒果怎么来 芒果怎么办 对不对 周遭还没有龙胆石斑 嗯 有没有看过那个 仰六七十年龙胆石斑 几乎是人性话 听得懂 讲话还会翻身这种 嗯 我真的叫体验嘛 嗯 去芒果不是看一看 人就要来走 不是 而是说有没有办法去 透过行程的包装 然后让大家在地体验说 去屏东不只是去墾丁 啊当然我要讲 墾丁真好胜 不要说耍了 墾丁叶长跳起来 绝无不敬之意 打电话来 对对对 1999抱怨你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 如果这 对屏东来讲 110万能吃 或者是没有出国的 这个 市长昨天特别提 这个 干净干净 要干才会净 比如他常常提到说 宁夏夜市的标准是 日本观众会有办法坐下来吃 你就成功了 是 好他特别提到说 譬如说 有没有一个干净的地方 他说妈做啦 都有人这样 清清清清 刘正英信长那个 就变成说 大家都会喜欢国旅的 各个县市头角蒸笼 大家来做出这种高品质的 我觉得这个才是刚刚讲 那个在转型的过程当中 当然这些数字都不是我讲 昨天我们听到领导品牌讲说 两年有时间 那你才能两年 不是只有领导品牌 CEO总心理坐的那好 那后面有多少家庭 有多少的从业人员 是扣这个薪水扣这个奔法在做 如果我们如果不转型 所以你看台北市政府也很认真 其实大家一直往中南部跑 台北其实面临到最大的挑战 就是我们的那个温泉协会 周水美理事长讲的 以前北达的温泉都是外国客 日本啊 日韩客很多 日韩客 透过这种线上的订 那现在就是一个新的挑战开始 所以我们的观传局认真 没有外国客 没有外国客 所以你要争取国旅 我们要怎么样 比如说我们北达的温泉 你不只去观传局 你北达也可以来 那像这样子 像观传局其实这一波 就会有很多优惠的措施出了 当然也线上呼吁说 中南部好玩 台北也很好玩 台北其实是很好玩 台北有很好的交通 交通 捷运什么 每行都方便嘛 呼吁一下我们中南部的好朋友 除了交通之外 我们从早上到晚上到深夜 你都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这个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层次 这是要跟旅温联手 帮托大江的台北市玩 真的很精彩 还有抽奖 有电动机车啊什么 其实因为疫情也比较缓解 所以大家其实国内旅游 其实可以开始去做柜 我们先出家到了 这是全家大小小 我们一起带来台北 其实非常精彩 很好玩 那也跟这个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我们现在这个中央政府 像这个旅游局 它有提出这一千元的这个加码优惠 那相关的这个资讯 你可以到网站上去看 替中央打下广告 公共局有啦 公共局有 自由行有补助外岛还加码一次 对 然后团体也有 团客也有 团客也有 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利用这个 尤其暑假道了 多多利用这个 像是好康捡便宜的一个 到处可以走一走 走一走 活络一下 那另外像是 因为这个整个产业影响很大嘛 所以事实上 在行政院前一阵子提出了 这个所谓的振兴三倍券 那大家觉得有点复杂 像市长也觉得 这个操作事实上有点复杂 所以也要跟听众朋友稍微再讲一下 就是他不 应该说是复杂 以其说复杂 应该白万讲不是那么好入门 当然中央政府很认真 他已经穷极各种 能够接触的软道 因为我们最怕的是说 替代性消费就是 你给我我当时第六台 或者是说我本来就要买这个 所以我就用这个钱去买这个 那当然他们也 当初马前总统的这个消费券 就是怕这个啦 就是现在当然就是怕这个 当然所以你看他有很多种方式嘛 这个靠卡的电子支付也可以嘛 然后这个优优卡也可以嘛 信用卡 信用卡也可以嘛 那你去超商 这个登记之后去邮局 实体券也可以嘛 那台北市政府是更进一步啦 因为我们看到印那个9亿我们吓了一跳 德国来的防卫值 光益那个券要先 光益那个券要先 PS4的大家可以再提供一下 这个好像PS4 当然有人讲说等到拿到的时候 都去PS5的真的手把得出来 是齁 所以这个很多管道啦 比如刚刚于秀有讲到 这个电子支付的部分 信用卡悠悠卡 那事实上你要在7月1号以后 你要上网先做登录 是 你要先绑定说 你要选择是哪一张卡 选择哪一个载体啊 哪一个通路这样 对对 因为艺人其实就这一个嘛 就是认身份证嘛 对认身份证嘛 他后台其实是绑身份证号码 所以你前面你要先上网去登记说 你是这个 你这个身份证这个人 你是绑定了哪一张悠悠卡 或是哪一张信用卡 消费累积满3000 我就是要讲这个 我就是要讲这个 就是说 平行而论 中央政务又要有地方政务 大家这个 这个绞尽老师都很用心啦 嗯 这个要肯定 但是台北市政府不只用心 我们很努力想要看怎么样更聪明 是 就是不只用心还要更聪明 对 尤其我们现在其实 因为大家在讲实体券 大部分有可能一些长辈啦 是 人家比较想要拿实体券 感觉好像比较 比较像是真的有 钱或什么的那种感觉 那当然一般年轻人 因为如果你如果习惯用诱 新用卡 大部分可能都还是会选择电子支付 是 所以台北市政府特别就是说 我们希望我们的65岁以上的长辈 能够多多来使用这个老人卡 对 台北市有一个叫做禁老卡 禁老卡 对我们禁老卡是有480块啊 可以坐捷运啊 坐公车啊 本来又在台北市的长者 就有这个福利 那我们这次为了特别因应这个 这个所谓的振兴三倍券 是 市政府现在也正在精算当中 公开在议会总之群的时候也讲了嘛 就是说我们目前是打算就是说 你如果是透过禁老卡 那我们呢现在在精算就是要把那个 本来是你付1000 然后就3000之后退2000嘛 对 剩下那1000块 我们现在也在想办法说 让他边际效率发挥到最大这个政府来负贷 对就是这样 也就是市长讲的 花3000補3000的这个概念 那当然他会有新的行销的方式 让大家更容易懂 这个行销品牌小组也还在努力当中 但这是一个往前推的政策 对这个政策如果出来我想会对整个经济啦 整个整个长者的这个更方便 更方便使用 更方便使用 然后就不用矫禁老师我差多少我算多少 对对 其实如果这个政策能够推出来就是 我们鼓励台北市的长者 如果你有进脑卡 走动啊 对你就多出来走动 而且你就用进脑卡 对这本体就有啊 不用重新申请嘛 限远了啦 限远了啦 我们还看完以后这个是减少病毒的传播啦 对啦 对啦 就是你用这个纸张好 那我们当中会比较 就是无现金交易嘛 对无现金交易嘛 其实就是未来的区别 也是刚刚余秀一开始讲的 就是说这个疫情可能改变了很多的一些东西 改变了之后很不去 模式形态改变啦 像是外送平台 那现在有些吃饭 以前疫情期间大家不敢出去聚餐 或是没有出去用餐 其实有时候都叫一些这个外送平台 这个有个很很有趣的数字 去年喔 是吧 已经有一栏叫做是外送业者差状 多了好几个百分点 嗯 专门这个类别 就是外送的服务员 好外送的 机车差状的比喻拉刀了 对 那个我们要拿出来统计 有啊市长有特别想要真正这个地坑 那当然是做一些更多的一些教育询导啦 是 那还是提醒来要慢慢起啦 对啦 但其实回来它还是一个本质上的问题 就是你要有时候要抢单啦 有时候要抢化 是啊这个劳动局很认真 有保险啊什么的 事实上很多方面台北市政府都有照顾 有啦 就打名啦 但是希望大家能够都知道 看起来民调不好而已 民共感受不到 就持续努力 持续努力 继续努力 继续加油 是好那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们节目要进到尾声 我们今天很高兴啊 这个邀请到余熊 希望下次还有机会 继续来讨论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时事的话题 好 那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看 下礼拜呢也请继续准时收听我们台北进行事 拜拜